您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冠軍是什麼時候 第一次冠軍 八歲 我八歲打了一個中部五線四十二歲以下的比賽 我其實是拿了那個冠軍之後 才決定要真的認真打網球 一次冠軍就開始 就我爸爸就覺得我有機會 你有天分 對 然後他就開始越來越兇 大家好 我是趙正銘 今天很開心我們來聊這本新書 你已是你所需的一切 我們請到世界冠軍 作家採用來 跟大家說好一下 哈囉 大家好 詠蘭這本書非常特別 因為他是全球大馬關的網球冠軍 您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冠軍是什麼時候 第一次冠軍 八歲 我八歲打了一個中部五線四十二歲以下的比賽 你還記得八歲那一次網球冠軍 那時候是什麼樣 你自己是什麼樣的感受 那個時候其實 因為我六歲開始打球 然後八歲 六歲喔 對 球牌到底哪裡 球牌那時候還很小的一個 對啊 然後我其實是拿了那個冠軍之後 才決定要真的認真打網球 就是才想要成為自己的選手 一次就夠了是吧 一次冠軍就開始 就我爸爸就覺得我有機會 你有天分 對然後他就開始越來越兇 然後 今天爸爸不要看 今天是爆料 所以一次冠軍讓你上贏了嗎 也不是上贏就覺得 做得到 基本上做 對 就覺得而且還蠻有樂趣的 因為爸爸想當冠軍的教練 可能喔 沒有 因為我爸爸他一直是說 你要做你就要做最好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是有跟我第一個體能教練嘛 然後他就是叫我練了非常多不同組合的 練著練著竟然喘到就 不小心掉眼淚了 而且那是沒有意識到 也不是難過不是生氣 就是累到掉眼淚 那個我們分成幾個階段 你看八歲到十八歲 有哭過吧 一定有 十八歲到二十八歲還哭 還哭 現在也會哭 輸球也會哭 輸球 總是有輸有贏嘛 所以其實淚水跟汗水 對 然後其實輸的第一篇就很感人 那個 這番跑 對 現在想到還會怕 我剛剛練完球鋼 對 心跳兩百下 我心猜到底是怎樣 就是心跳跳到這裡 就是你快要突出來了 心跳跳到喉嚨的感覺 可是因為蘇妮說 你其實打球的時候常常是要一百八十下喔 對 就是來回多一點的話 其實就要 就會 對 所以一百八十下對你是 就是蠻正常 欸我們跳不到你一半 你也沒有這樣跑的時候 那是好沒關係啦 對不對 對喔 就是比較一般時候比較難啦 然後蘇裡頭提到說那個 比完賽 因為要讓肌肉身體回復 要泡那個 冰塊澡 冰塊澡 欸不是冷水耶 是整個冰塊耶 對 而且並不是那個 十幾度或是怎麼樣 它都是十度以下的 然後冰塊一拍拍二十分鐘喔 對其實大概就是十五到二十分鐘 但是其實就是看我那一天疲勞度 是 如果只是輕微疲勞可能十分鐘半身就可以 但是如果真的很 那就是你越累你要泡越久 然後範圍要越大 我覺得隔天的那個像鐵腿的感覺 就會很嚴重 就會跑出來 對 你就會跑不動 那個成功付出代價 我覺得其實冠軍之路 你覺得最難的是哪一塊 是意志 是體力 是 是意志 但是我覺得最難的 其實 心理狀態最複雜 最困難的時候 並不是你還沒有當過第一的時候 是 反而是你當過第一之後 或者是你碰過傷病之後 因為你可能思維都還停留在 自己打得很好的時候 或者是排名很高的時候 可是你可能因為你受傷 或者是因為你狀態不太好 掉下來了 你要有辦法接受那個現況 而不是說 我明明就是排名這麼高的選手 為什麼我來打這個等級的比賽 或者是為什麼我連這種選手都打不贏 可是往往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想法 讓你這個低潮會無限的循環 讓你跳脫不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 反而是在當過第一 或者是受傷之後的那種 心態的調整 是更難更複雜的 你有沒有印象很深刻 也許哪一場球 是最開心 或是最難過 最難過肯定就是 大滿冠拿亞軍嘛 那個時候 其實第一次拿亞軍還不算什麼 因為沒有人 在台灣還沒有人拿過大滿冠的亞軍 亞軍就得一命啊 就全台灣第一了 所以那個時候已經是破紀錄 所以自己也很高興 然後後來在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的時候 開始大家就會認為你打進決賽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他們反而會認為為什麼你打得進決賽卻拿不了冠軍 對 那這樣子 因為大家期待又變高了 對 大家會覺得為什麼你沒有進步 可是你每一場決賽打的對手都不一樣 當天狀況也都不一樣 然後 如果你沒有辦法拿下冠軍的時候 在那之前 會有人去質疑你 是 那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很難想像的是 這場球是我輸的 我應該比你們所有人都更難過 對 可是大家會可能比較忘記這一點 你有時候還在安慰別人嗎 對就是沒有關係 我下一場會再進步的 原來比你更難過 對 那其實應該最難過的應該是你 對 在衝早的時候一直垂牆壁這樣 對 其實我覺得這其實都是很很生活化 然後很就是大家比較難去看到的那一面 是 對 然後我覺得最深刻 反而不是 當然大滿冠的冠軍對我來講非常重要 但是 其實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受傷 那是疲勞性骨折 然後我大概修了八個星期 然後那一段時間我復出之後 狀況一直很不好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受傷 就像我剛剛說的 受傷過後的心態調整是最複雜的 你的身體可能沒有那麼快 然後你的狀態沒那麼好 但是你卻要接受這一件事情 然後在那個童年的年底11月 我拿下在台灣舉辦那時候叫 它是海碩杯 然後拿了單雙的雙雙冠軍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單打拿冠軍的時候 我就在致辭的時候現場就 就我自己就哭了 因為那個時候 包含我的竹制醫師啊 然後戴成智博士啊 就是我很多家人都坐在觀眾席上 然後其實那一整個星期下來 我七天裡面打了九場球 哇 單雙 包含單雙 所以其實那一整個星期下來 我都在泡冰水 然後全身又痛得要命 然後腳又起水泡 然後 可是這些大家都看不到 然後最後拿下冠軍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哇就是原來你疊下去要重新再爬上來 你必須花這麼大的力量 然後而且那個時候又有現場這麼多關心 我愛我的人 然後去見證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的努力 我覺得努力被人家看見 被人家肯定這件事情是最讓人值得高興的 書名 你已是你所需的一切 怎麼來的 那個時候其實我很苦惱 到底要取什麼名字 對 然後 我們第一次講的也是另外一個名字 然後 後來我就是 也是去書局這樣子 然後就想說 看這裡能不能激發 因為太多文字了 這個智商一三八的太厲害了 對 然後後來我想說 你已是你所需的一切 然後我想 欸好像不錯 很順 就記在 對 就記在手續 變起來也很順 精神也很好 也很對 然後後來那個時候我們是去買文具 媽媽媽媽媽媽在結帳 結完帳我們就一起打手續下來 我說 我想到書名了 我說叫 你也是你所需的一切 然後媽就 媽 你說什麼 書名嗎 你確定 然後我就說 對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句話 很有 很有一種意境 然後 可是你如果心沒有靜下來 你是感覺不到的 我覺得其實這一件事情也是我 一路走來 不管是不是網球 我覺得其實 就是包含學英文啊 包含學訂機票也一樣 你其實很多時候你不去做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運動員其實每一天都是在超越昨天的自己 是 自己的體能自己的成績紀錄 那唯一可以改變這一件事情的就是你 啊 對 那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不能控制我們會碰到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事情 就像我們碰到921我們也沒有辦法控制 現在 對 所以我覺得 就像現在遇到疫情 其實很多事情是沒有想不到的 很多事情你沒有辦法控制的 但是你唯一可以控制的是你決定透過這一段疫情的時間你要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事情做準備 或者是碰到921之後我們有沒有什麼夢想是現在可以達成或者是努力的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是值得去反思的 最後你其實這一路上你想感謝誰 這一路上 我們現在是那個金馬獎金鐘獎 給你那個頒獎時間 有三分鐘那個那個麥克風會唱是不是 都加下去對 我覺得其實一路上太多人了 因為 感謝不完 因為有一些 的確是在我非常需要鼓勵 或者是非常需要經濟上面的支持 然後還有我的家人 其實其實各方各面 應該是說我遇到的每一個人 我都感謝他們 因為 從他們身上我覺得很多事情 你 你 像一個運動員你不可以去討厭你的對手 你要感謝你的對手 OK 他帶你結果 去帶出你最好的那一面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多事情是 你看你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他 所以我覺得其實碰到很多事情 就算我當下或許會有點生氣有點情緒 但是回來 回頭之後 我還是會很感謝發生這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沒有發生這些事情 你就不會有這些故事 然後也不會去激發我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動力 我覺得其實最該感謝的是你自己 你應該感謝你自己 你好厲害 世界冠軍 然後我覺得不只給我們看一場一場的好球 不只看我們台灣選手 我們一起分享冠軍盃的榮耀 我覺得是這本書帶給大家的態度 跟這本書帶給大家的理念 希望你求永遠是冠軍 希望你輸永遠是最成功的 我也希望 繼續加油 繼續反貫 謝謝 謝謝永蘭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